大概没有几分钟写完 那这个的话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这个怎么写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复制来改 怎么改呢 一样把底线拿掉 然后范围的话一样 只是说后面就不是丢公式了 那后面是丢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是我们上面这个公式 也就是说你要去抓什么 抓实际上的东西来这边让它产生 所以这边可能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那首先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范围乘上这个 这个乘这个 所以如果在这边叙述的话 要怎么做呢 我的习惯就是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的话 直接用range 如果会变动的话呢 你就用sales 那写的方法就是什么 第一个这个先写上面 所以上面的话先这个的话是range 固定的位置是什么呢 它是第一的11 所以呢第一11 这个固定位置 然后乘的话在vp一样用加点 加点乘数都一样 乘 这一个 那这个将来会往下变动 所以我们就打一个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因为它会往下变动 ok 那哪一栏呢 d栏 所以逗点 加一个d就可以了 好 不过呢 现在也只有写一个 这个乘这个 有没有 那下一个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比较聪明的办法 因为它相差只有把d改成1 有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先加上什么呢 把它复制 复制过来我希望拖拉加卡住键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1不就好了 那后来后面呢 f嘛 有没有 所以其实哦 你可以把这边加放到后面 把后面这边改成什么 f f 好 程式就大功告成 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有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跟 刚刚用公式 那个逻辑比较接近 因为我们在VBA里面没有 像三波打一样 可以取代三波打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用VBA里面 就是有点像公式这种方法来做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执行 所以再把它清除 输出 看到结果 有没有 所以里面呢 当然我有把小数点 把它拿掉了 OK哦 所以里面结果 里面就会是最后的结果 跟刚刚丢公式 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 中间清除可以共用 输出 公式 输出